我说过我们的声音都是有形状的 挤出来的 你直接给压扁挤出来的 太靠前了 我们是要要靠前的声音同学们 我们一定最终呈现的是靠前 但是同学们你看 我为什么上面写竖这样 来听一下 我先做一个 一树红花照遍海 很多人这样跳 我们再来听一下 一树红花照遍海 一树红花也出水来 同学们 你发现我是怎么唱的 我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同学们 一树红花照遍海 一树红花也出水来 同学们先挥到第一个字 我的一 我就竖着痒了 看了你看到 我的笔记上都已经写了 一树 同学 很多时候 这个咬字啊 它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很多时候 几乎啊 咬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直接影响到你的腔体 对不对 能不能建立 很好的建立 当然了 气息是一定的 什么 你不管你怎么出来 都是要搭上气息的 好 那么这个咬字 我要单独拎出来说一下 你看啊 说你这样一声音就扁 声音你咬这个字就扁 咬字扁了之后什么呢 传达过去的就是声音有点扁了 同学们 发现了没 你看 我这样咬的就是这样 那我给它归束一点 来 同学们听一下啊 有什么不一样 来 咱们打在公屏上 有什么不一样 感觉我第二个 我第二个是什么样的 我第一个是扁的 还有没有同学知道 把自己的感受 最真实的 你听到传递到你耳朵里面 这个声音是什么样的 咱们更立体 第二个 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同学们 一个树一个扁 对的 有共鸣了 为什么有共鸣了呢 突然间怎么有共鸣了呢 我把这个字给 在我的口腔里面 我没有这样送出去 我是这样上去的 看到没 当我把这个字 给它捏一个 竖一点的形 给它归一下 原来是这样吗 我给它捏一个 这样的形状 你看同学们 它就会更容易进到 我们的腔体 本身就是个圆柱体 我给它捏一个